我这里拿了一盆呢 这个是三角莓 这个一个是安格斯吧 这个紫色的呢 就是非常常见的品种了 这个颜色的话呢 它在我们湖南地区的抗寒性呢 应该要稍微好一些 我看有些 欢友家里的 这个三角莓这个颜色的 它们就是直接冬季就放在羊排上了 完全没有把它们搬进室内 然后也很可以安全地度过一个冬天 说起来我们这边其实还是会打霜的 当然我去年我是把它放在室内过的冬 现在呢就已经花团急促了 这个有一些花呢已经凋落了 我种三角莓呀 我从来没有给它缺过水 也没有说什么缺水的 逼它去长花苞的 因为我发现啊 它就是只要长得新叶的话 它就会长花 所以呢 我一直都是大水大肥大太阳的伺候着 它这个小可爱 就是去年在东林园一家呢 是十几块钱买了一个小苗 来的时候啊 我实话实说 我非常的失望 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木棍棍 几乎就没什么 好在呀 这种三角莓呢 它其实真的非常劈势 我估计牵插就是一个光棍棍就可以插出来 现在长得呢 也不算大 因为我还是特别怕它冬季的时候啊 是在室外过冬会被冻死 所以我觉得最好控制一下它的猪形 不要让它太大了 因为冬季要进房子里面过冬的话 我们家也不是很大 所以没有那么多地方来放它 尽量控制一下猪形哈 我种这个三角莓呀 我一直是用了三元素的复合费 因为三角莓的生长就是 只要开始发芽了 就可以开始长叶啊 长叶之后立刻就会长花 就是基本上就是 生长和开花呢 是基本上是 算是同步进行的 所以呢 对于弹铃甲的需求会比较居同 直接使用三元素的复合费呢 就能够长得很好了 不需要使用那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哈 嗯 我呢 一般呢 是不会在这种 夏季啊 夏秋季啊 使用这个有机肥的 因为有机肥呢 这个季节使用不太安全 很容易就造成了伤苗的现象 嗯 有机肥的话 最好还是冬季的时候使用比较好 因为它 它的作用呢 除了含有那些 微量元素以外呢 嗯 更主要的目的还是 改土 因为这个有机肥啊 可以让土啊 变得疏松透气 所以冬季的使用 冬季的时候使用呢 有安全 好了 三角梅的话 养护应的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我相信啊 这 这是花友们 新手花友们必备的一种花了 因为养起来了 非常的有成就感 一开啊 开一大坨 而且这个花 单独花季也非常的长 看起来就像一个塑料花一样 嗯 养护呢 就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值得入手一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